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可以叫我叫Dell Lee 你到网上也可以去搜到我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我现在就职于这个阿里巴巴 然后在集团安全部做一些安全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主要的方向还是做前端这块的一些内容 这块给大家去上一个node.js的工程化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去帮助到大家去真正了解到一些一线互联网企业 包括你工作之后真正在项目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捋清楚 当你步入职场之后你应该怎么去比较好的驾驭你的工作 那每节课开场之前呢 实际上我都愿意去分享一些和课程无关的一些内容 那这块呢 今天我们讲到工程化 我就想给大家先去讲一讲 作为一个工程师 什么叫做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思路吧 或者说呢工程师和程序员之间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好我想我想了解一下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你觉得一个程序员和一个工程师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什么 大家可以在左侧留言我们讨论一下 好没人讲呢 我直接就继续往下 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左侧留言 React视频教程呢 大家去找自己的老师去要一下啊 我这边没法给你一对一的传输 好 这块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对一个程序员来说 他更多的可能只去考虑 当我接到一个需求的时候 我能不能把功能去实现 但对于工程师来说呢 他考虑的更多是 那从架构的角度来讲 我同样去实现一个功能 这么去做 在可维护性上 以及未来的扩展性上 是否是一个最优的方案 所以工程师 他会去考虑我代码怎么去写的 最合理 而程序员呢 只会去考虑一个 我怎么去实现功能 把它实现出来就行了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叫做项目的工程化 所以呢 它的重点就在于 当我们去实现一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考虑问题 能让这个工程 它最合理 最优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想去掌握工程化的一些东西的话 那前提条件就是 很多基础知识 你一定要非常的扎实 所以呢 在面试题里面 我会给大家去讲解一些 大家应该具备的一些基础上的能力 这样的话呢 以后你在公司里面去写代码的时候 可能就会去考虑更多的问题 好 那今天呢 我大概给大家去准备了 15个这样的一个面试题 那不是特别多 相对于上节课30多个面试题呢 这节课我放慢了一下节奏 我想把更多的时间呢 留给大家 咱们以互动的形式 你来问我来答的形式 帮助大家去了解一下 你想了解的一些 关于工作啊 面试之中的一些问题吧 首先呢 我们说啊 先要去解决的问题是node.js这块的问题 大家还记得node.js相关的知识点吗 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一些核心模块呀 像一些common.js这块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否还比较熟悉 因为呢 我准备的第一个面试题 实际上是带大家热一个声 如果大家觉得你的node.js的编码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其实这块可以略过第一道题的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node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在左侧回复一下我啊 或者说你现在对node是一个 什么样的理解程度 OK 如果大家呢很久没用了 那么我们啊开场的时候 我就通过一个例子 带大家去写一段 node.js的代码 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来实现这个便利一个文件夹 获取到这个文件夹里所有的内容 以及啊包括里面的子文件夹和他的这个文件 把这些文件夹和文件都输出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便利的一个功能 在面试中呢 其实我不会去考这个题啊 但是啊有的公司会去让你去实现这样一些小的功能 主要通过第一个小的面试题 带大家去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学的node的一些东西 好有的同学说呢 其实你连node.js的一些基础概念都遗忘了 那真的就没办法了啊 好 这里面我们来说啊 首先我来创建一个名字叫做test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在test文件夹里面呢 我再去创建一个子文件夹叫做hello 在hello里面我再去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word ok 在word文件夹里面呢 我去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 随便啊 叫code.js吧 好 我用命令行大家不用关注怎么回事 你看一下就行了 hello 文件夹里有一个word的文件夹 word的文件夹里呢 有一个code.js这样的一个文件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结构啊很深 我想去通过一个node.js的代码 把这个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夹啊 包括它里面的这样的js文件都给打印出来 这里面呢主要涉及到一个地规 以及啊node的一些核心模块的使用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做编码 要想分析出这个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 或者文件夹 首先呢我们要在这个目录下肯定要去建一个js的文件 在里面写node的代码啊 所以呢我们在test目录下去创建一个 叫做 cycle.js 这样的一个文件啊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文件 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里去编码 讲到这儿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ok我稍微大一点啊 现在可以吗 现在能听清对吧 好 那这里面 呃大家要清楚 实际上我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很多层的内容 我要通过cycle.js 通过node分析出整个文件夹下的目录结构 好 node为什么有能力分析出这个 这个文件系统里面的文件结构呢 是因为node呀你看上去它是一个js的语法来写这个代码 但实际上它是一端一门后端语言啊 它可以操作这个操作系统底层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你要知道node它的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它是一个运行在操作系统级别的一个平台 它不是它和这个我们前端写的这个js代码除了语法上一样 剩下的呢 它的思路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好 它是一个对系统级的js的运行平台啊 它可以让我们的js运行在操作系统级别 从而去调用操作系统的一些底层的接口 那么我们去分析文件 那就不在话下了 那看这段代码我会怎么写呢 打开sublime啊 我来去编写这块代码 首先我们说我们要分析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的文件 我们肯定要定义一个函数 那写node代码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你肯定在里面要用es6进行代码的编写 因为node对最新的这种es的语法的支持非常之好 所以你放下心随便去写就行了 这里面我们写一个constreaddr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有的同学会说啊我es6掌握的不好 这是不可以的 现在工程里面没有用es5再去写代码的这样的情况了 除非你去维护一些老的gQuery啊 这样的一些项目 在新的这种前段的工程里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这种最新的语法了 所以大家拿出点时间去看一下es6啊 很有必要 好readdr这个函数呢会接受一个参数 你要告诉我你要分析哪一个路径 我说哪一个文件夹 你要去分析 那你就把这个pass传进来 当然呢 这块如果你启程pass啊 可能会和系统的一个核心模块有所冲突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改成叫entry入口 也就是你要分析哪个模块 哎 你把这个模块传进来 或者说你要分析哪一个文件夹 你把文件夹传进来 那我现在要分析哪个文件夹呢 我现在肯定要分析某一个文件夹 那其实就是当前的文件夹 所以呢我要把当前文件夹的这个路径传进去 怎么传 我们这样来写 const 或者直接在里面去写就好了 我们直接分析当前的这个文件夹 大家还记得在node里面 我想去用当前的文件夹 应该怎么写吗 是不是要调用下滑线下滑线dirname这样的一个系统级别的一个变量啊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拿到当前目录的一个路径 然后把路径传给readdir这个函数 在这里面我们console.log一下 entry 保存 咱们来看一下结果啊 我在终端里面要去运行这段代码 直接把这段代码 拿到终端里面去 稍等 cd desktop 我们进入到test这个目录 看一下里面有cycle.js 我怎么运行这个js文件呢 肯定要通过node cycle.js来运行这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把当前我的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打印出来了 他确实是在桌面上的test这个目录里面 讲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你要及时的提出来 啊 drname指的是我当前文件啊 所在的这个目录 你要清楚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ok 如果ok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 好 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这块内容有点枯燥啊 一定要跟下来 因为只有一开始有一些枯燥 后面我就主要给大家去讲讲工作中的一些东西了 那现在主要是大家啊 跟上我的节奏去回顾一下node相关的内容啊 即使你不会这块也应该听一听 好 继续 呃 拿到了这个entry之后呢 我们就要分析它里面的模块里的一些东西了 怎么拿到一个目录下所有文件相关的一些信息呢 我们呢 需要引入一个node里面的核心模块叫fs 这里面我想问大家 一引入核心模块可不可以通过importfsfromfs的语法来引入呢 好 大家来给我一个回答 可不可以 有同学说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请解释清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为什么不可以 OK 答得很正确 因为node的环境下 它基于的是commongs的一个语法 所以呢 你只能用commongs 它的这个模块引入的方式来去写 import这种语法呢 叫做esmodule 啊 是这个acmoscript 它里面的一个模块引入的方式 它不适用于node的环境 所以千万不要在node里面去写import 那压根就执行不了 好 我引入了fs这个核心模块啊 咱们继续往下去写 我呢 这样去写const dir info定一个变量 让它等于fs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readdir think 我们要去读什么呢 读的就是这个 entry 我们要读取这个目录下 所有的目录也好 文件也好 我要把信息拿出来 我们可以console.log一下这个dir info 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 在中端里面我清一下评 再去运行 node cycle 大家可以看到 我当前目录下会有几个文件 .dsstore是一个隐藏文件 我的Mac电脑上就会自带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是你看不到的 OK cycle.js 说明我的目录下有一个cycle.js文件 是对的 它里面还有一个文件夹叫做hello 那现在我只分析这一层 它对应的一些文件 我还要继续往下分析 我要看hello这个目录下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文件 所以我得继续往下写 这里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对drinfo做一个循环 drinfo存的是什么 是一个书组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书组表示的是 我当前目录下所有的一些文件的名字 当然你看 它这个名字 就是一个名字 它没有一些相对路径的信息 所以后面 我们要结合这个名字和路径 把整体这个文件所在的一个绝对路径 给它生成好 大家先不用管我说的是什么 先继续往下写 drinfo.forEach 我们对它做一个便利 这里item 指向一个函数 好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做 我们说 我们现在这每一个item 可以打印一下 大家也知道 它打印的结果肯定是 dbstore cycle.js和hello 三个字符串 那我们呢 其实要继续对这三个文件做分析 所以我们光拿这个字符串是不行的 我们要拿到这三个文件的一个绝对地址 怎么去拿这个绝对地址呢 我们得这么去写 const pass 我们引入一个核心模块 我们引入一个核心模块 require pass const 我们写一个叫做 fill location 或者呢 就叫一个location 等于 等于 pass 点 join drname 好 这块大家来想一下 怎么写比较合适啊 我们说现在我们拿到的 drname是当前的一个目录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 或者说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 entry pass drname 我们获取到这个入口 它对应的一个目录 再加上什么就可以了呢 再加上我的这个文件名 就可以拿到文件的一个目录 所以呢 我在这儿把location打印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啊 保存 清下屏 我们重新nodecycle 这一步 大家可以看到 诶 这里 少了一个什么呢 其实这块啊 我们不用加这个drname 直接entry 其实就可以 直接拿它的这个入口的路径 然后加上这个文件名字 我们就可以获取到当前目录下 所有文件的一个绝对路径 大家看啊 我现在目录下有 dbstore cycle.js和hello 讲到这儿 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有问题赶紧提出 我把这个代码给大家露出来 给你一两分钟的时间去琢磨一下里面的逻辑 因为我获取到的现在书组中的每一个内容是一个字符串 那我通过join这种方式把目录和字符串做一个拼接 啊 然后就获取到了当前这个文件夹中的所有的文件或者他所有的目录对应的绝对路径啊 好 呃 captain说的对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判断你现在的文件是一个js 普通的是一个普通的文件还是一个目录啊 怎么做呢 这块我们继续往下写 我们写呢 var 啊 sorry const info 等于fs.stat sync 这里 我们把这个location传进去 然后我们把info打印出来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获取到了你现在目录也好文件也好的绝对路径 然后我对这个目录下的文件或者目录要进行信息的分析 statsync就是获取到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夹的一些信息啊 好 我们把这个信息打印出来 再来看 OK 你会发现呢 它是三个对象 第一个对象里面这么多东西 第二个对象这么多东西 第三个对象这么多东西 三个对象表示的就是我目录下三个文件或者文件夹它的一些信息 那info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方法 叫做 is directory 是否是文件夹是否是文件夹 好 我们知道啊 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录 在这个目录下隐藏的文件肯定是一个文件 cycle.js是一个文件 hello呢 是一个文件夹 所以你循环输出的话 大家想会输出几个文件 几个文件夹呢 所以is directory应该输出两个force一个处 对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把dirinfo就不要了 保存 清一下屏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force代表这个目录下有两个是文件 一个是文件夹 好 接着我们就可以做事情了 我们判断啊 如果 你这个文件是一个目录的话 如果不是一个目录 是一个文件的话 我分别要干什么 这里 如果你是一个文件 非常简单 我直接console.log一下 file 冒号 后面跟一个什么呢 这块我们应该用一个yes do的这种 字符画格式化的一种写法啊 file冒号 后面跟上你的这个文件的名字 我们可以加上这个location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是一个文件夹 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我还要继续的往下去分析你的这个文件夹 怎么做呢 调用一个地规就可以了 在这里 我先打印一下 dr 冒号 dollar location 告诉你 它是一个文件夹 接着呢 我自己 再去调用我自己 去分析 我这个文件夹 好 如果我是一个文件夹 我就继续再调用readdr去反复的地规的分析我自己 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代码基本就写完了 我们看运行一下是否能输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大家来看 它会告诉你 你的整个工程里面啊 或者整个文件夹下面 首先有一个这样的文件啊 它是一个file cycle.js也是一个file 那它下面又有一个dr叫做hello 也就是文件夹叫做hello 那这个下面呢 hello这个文件夹下呢 又有一个dbstore这样的文件 它呢 还有一个word这样的文件夹 word文件夹下呢 又会有一个文件叫做code.js 那通过这样的一段代码 我们就可以分析出 一个文件夹下 它的层次结构 每一层到底有哪些文件 那通过短短的二商用代码呀 这块内容就写完了 这里面呢 之所以在面试要出这样的题 主要考大家考的是什么 实际上并不是说 考你这些核心模块的应用啊 readdrsync这些函数啊 实际上考察的重点在于地规 这样的一种编程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思想 所以大家呢 在去写这块代码的时候 一定要去把这个地规这块内容搞清楚 那这块代码呢 我现在发到 聊天记录里 大家可以自己后面自己来看一下啊 超长了 好吧那后面我把这个文件也一起给大家 大家呢自己可以来实现一下 当然啊我们说去读取一个文件夹里的内容 实际上它的写法有非常的多 我们这里啊都是用sync同步的形式去读取文件的内容 其实呢你还可以一步的去读取 或者用worker一些东西去读取都可以 包括用stream的流去读取完全可以 所以它实现方法不为一有很多种 这里啊大家一定会去把这个地规给它搞清楚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我会问你一些后端上的东西 首先啊通过这个问题我要问的第一点 就是地规是一个怎么样的实现 大家呢把这块搞清楚就OK了 通过这个例子 我想大家呢也应该对之前学的一些东西啊 稍微复习了一下 包括fspass这样的核心模块 fs核心模块里面的一些基础的方法 包括pass里面的方法 我就不给大家去重复的强调了 因为都非常的简单 你像pass一看到这个核心模块 想到的肯定就是join,resolve,dirname 这样的一些方法 大家应该了然于心啊 不然的话一问可能你什么都不会就不行了